现在的世人 绝大多数是把烦恼认为是欢乐 真的将烦恼刺激 以这个为路 真正的路 他没有感触 也无法体会 事与 是孔子 在《能语》里头第一句话说说 学而是席之 不宜悦无 那是事与悦在心 父子所说的 是事与悦的 潜显的 佛在经上讲啊 极灭为路 这是深度的 潜显的 世间身上 可以真的 深深的 发生如来 才能够成的 极灭为路 这个路 不实 像我们一般 像我们一般常常讲的 欢乐 没有欢 那个乐是真的 有欢就是有欢喜 欢喜还是烦恼 喜怒恶恶恶恶恶恶恶 这叫气情 这都是不正常的 第一个就是喜乐 喜就喜欢 说欢喜是一样的 欢喜喜欢 有个意思 这种路 都是从自性里 都生出来的 自性里面 所生的是极灭 什么人能体会到 极灭是路 啊 只有一种人 修禅定 修禅定 尝到极灭之路 他就生发喜 发喜 充满 发喜 不是刺激 不是外来的 是从内里面 生出来的 自性里头 流出来的路 这叫真路 为什么 没有副作用 外面的欢乐 进阶现前 欢乐 进阶失去了 路就没有了 变成什么 变成 我们佛法里面 所讲的 坏苦 落没有了 落失掉了 就感觉到 有这个苦的感觉 苦落是相对的 这不是真路 是极灭为路 他有没有 他有没有失悦在心 没有 如果有失悦在心 他的心动 他的心受到外面境界影响 这个不是路 这在佛法里面讲 这是苦 所以 这个事悦在心 是凡夫之路 极灭为路 是圣哲之路 感谢